從生活當中 其實有很多美好的 歡樂的 幽默的片段可以去捕捉 對 那 我又特別喜歡畫人物的表情 兩個不一樣的表情 就會有一些很微妙的互動 可以去 去產生一些情境 因為我多年來的心得就是 一個表情 它就是一個表情 那兩個表情放在一起 它就變成一個劇情 我覺得是一個自我發覺的過程 就是我對生命是好奇的 我對人的感受 跟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是好奇的 可能我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敏銳的人 所以說我從小就是一直覺得說 人生很衝突 所以以前小時候 我不曉得用畫的方式來表達 都是用寫的方式 那長大會發現畫的方式 可以表現一些我比較抽象 我自己也不了解的東西 一個好奇一點 我們來一起跟着 其實是一起去的